因为这也是我们宁夏第一次办这么大规模的棒类球比赛 然后他们其实也都很直接跟我说 哇塞你们这次也办得太好了吧 怎么可能 不久前结束的2024海峡两岸青年漫头类球邀请赛 让在宁台青林志勋感受到出乎意料的效果 八年前出到宁夏的他不曾想到 位于大陆西北地区的宁夏 如今已举办了西英海峡两岸300余名球员参赛的大兴赛事 林志勋原是一名台湾职业棒球运动员 退役后于2016年来到宁夏银川从事健身行业 彼时棒垒球对当地人而言完全是一项陌生的运动 林志勋发现其中蕴藏着机遇 2022年初在朋友家人的支持下 他开始重拾就业在银川推广棒垒球运动 因为那个时候跟我老婆决定要结婚 就决定说既然我们要留在银川这边发展 那刚好棒垒球是我在台湾本身的一个专业 那宁夏这边好像也没有这方面的一些环境也好 人才也好 那我就想说那他可能是一个机会 然后那我就跟我老婆商量之后 就开始尝试从22年开始推广棒垒球这样子 刚起步时林志勋的教学场地 是在一家健身房楼顶的天台上 条件简陋 一起参与棒垒球活动的人员只有十来个 如今他和同伴已打造了室内训练馆 所创立的俱乐部仅核心会员便有近百人 刚开始的前半段属于我们参与的人数飞速成长的一个阶段 包含我们成人的俱乐部也好 然后包含我们自己做的活动也好 所以其实整个团队在推广这个项目的弹性也会比较大一点点 林志勋认为棒垒球是一项充满快乐合作的团队运动 也为两岸青年搭建了一个友善的沟通桥梁 所以透过这个项目的比赛 我们两边的不管青年也好成人也好小朋友也好 都能够在这个运动场上有很多的彼此认识的一些机会跟契机 然后不管是球技上的交流也好 我们两地生活的一些分享也好 大家都能够透过这个项目去做一个很深入的了解 除了日常的教学训练外 林志勋还开通多个社交账号 分享记录生活和当地文化、美食 不少台湾朋友通过他的视频了解了宁夏的生活 因为它是我的第二个家了 是我熟悉的地方 我就想要透过我自己的能力 去把这边所有美好的一面 都能够去传达给所有从台湾来的同胞们